中共一次确认航母003在舰,是否核动力尚未知?中共是否确实在建造航空母舰?003的疑问有了答案,中共官方媒体11月26号刊文一次确认新型航母也已经在船台上有序建造,入役指日可待新航母,是否会采用核动力和电磁弹射受到关注? 但上部明朗新华社11月26日官方微信公众号一篇文章,首次透露了中共第三艘航母的研制状况,在这篇题为,六年前这个红遍全国style至今让人心潮澎湃,一文中指出六年前11月23日,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成功起降舰15舰在机六年过去中共的国产航母也已试航入役指日可待。 新型航母也已经在船台上有序建造,新型航母也就是第三艘航母003这是官媒首次确认中共正在建造第三艘航母。 澎湃新闻当天早上干净报道指出,第三艘航舰是否达到美国尼米兹级航舰10万吨级的水准,是否会采用核动力和电磁弹射? 这些都是网上的热议话题,报道从官方的相关通告中,寻找有关新航母的蛛丝买迹,趁第三艘航舰,有可能采用直通甲板,并引述今年2月27日中国船博重工集团公司官方网站,刊发了一篇题为, 新征程,新萌化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中船重工,应该怎么干纲要明西前进方向,的战略纲要当中,提到了核动力航舰该纲要指出,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,以构建中国特色海上现代作战体系为牵引,加快实现核动力航母,西型核潜艇,安静型潜艇,水下无人智能对抗体系, 水下立体攻防体系和海战场,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等公关突破,报道还引述辽宁舰总设计师,朱英富,此前透露,目前中国争系弹射和电磁弹射技术都在研究,他个人更加倾向于更为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,这些技术一旦成熟,将会应用到未来的航母建造中,朱英富说,未来我国一定要搞核动力, 希望大家能耐心等待,相信我们很快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,当被问到中共海军需要多少艘航母时朱英富回答,现在美国说他们需要十艘航母,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弹起码,应该有三艘如果有条件,能有四五艘更好中央社报道, 根据澎湃新闻网显示,这篇新闻在早上九十刊出,后至近五却显示此文章已下线,但该篇新闻已被部分境内外媒体,引用报道实际上,中共第三艘航母已于今年六月份意外,曝光,六月二十日中船重工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, 中船重工党组书记,董事长,重点工程总指挥胡温明,率队到701所专题检查,而文章中的一则配图格中,出现了三艘航母,领旋的大型舰艇编队,分居左右两侧的英式16号辽宁号航母,和正在执行海事任务的首艘国产航母17号山东舰,位居中央的新型航母体型更大, 而且采用了平直甲板设计,这被外界认为可能是传闻中的第二艘国产航母相关报道称,003航母将会采用常规动力、电磁盘射技术,而且使用歼15P舰载战机和空警600预警机,所以盘水量也会比001和002航母更大。